第三班跑1650米 又看看過關票 元氏燦爛7倍 就落到4.3 但日本的前程萬里都有落票的 4.7就落到3.5 全部馬不準備妥當 八場開始 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都齊了 藍天都慢了一點 現在走進去 前面快點的馬 見到裡面有明人四海太陽威力 外套的馬蓋上來 有駕魚、前程萬里、標青 和中間高智慧 再後面有這個萬士喜 出閘快的太陽威力 趕快找回內蘭好位 再後面的馬 又是明陽四海 莊蕭之手 再後面的一搭 才見到金絲勇將 尾衣三 這個就是懸是燦爛 尾衣藍天 暫時包尾那隻 就是這隻超勁精神 開始差不多跑到對面直路 前面前程萬里 好輕鬆 已經放了出來 接著第二位是駕魚 內蘭第三位 高智慧 標青 接著第四位 再後面的第五位 還有太陽威力 外面萬士喜 一路外跌 有莊蕭之手 內蘭大約尾五位置 明陽四海 尾四 金絲勇將尾三 如是燦爛 尾衣藍天 包了落尾的馬 就是超勁精神 嘩 這隻前程萬里 突然之間慢車 拖慢了後面 側上來 見他很慢地放 前程萬里 外面是駕魚 在金絲勇將尾五位置 有高智慧 外面萬士 反而騎 中間還有標青 再落後 一個多身位 才有太陽威力 後面那些馬 正在騎著 有莊蕭之手 明陽四海 金絲勇將尾三 外面藍天 尾以內蘭 原是燦爛 包尾超勁精神 入正直路 前程萬里 放了出來 漸添了第一身位 中間追上來的馬 又駕魚 外面還有這個萬士喜 中道追上來 金絲勇將太陽威力 再外面還有藍天超勁精神 最後一巴 藍天 我先出來 再外面追上來 超勁精神 中間就是金絲勇將 過程第一名 就是藍天 第二名 有金絲勇將 和這隻超勁精神 對面直路 突然慢車 後面的馬 全部側上一堆 結果藍天 衝上來贏 超勁精神第二 金絲勇將第三 駕魚第四 藍天 上支連一發會 真的第二次把我打 超勁精神第二 金絲勇將第三 那些駕魚馬 糊了 糊了 四十一九 藍天 第一 超勁精神第二 第三 一 駕魚都可以衝 這場馬衛槍又不一樣 超勁精神 衛達這場 忘了拿出來 一直在內難生 特地球師告訴你 儀勝一檔 九檔 為何會走到那個位置 就是這樣 至少一場場 都這麼聰明 就贏七百場 一季 聽一下衛達怎麼說 他就說 座騎元氏燦爛 沿途跟著明陽四海 發覺那批馬傾向外閃 所以進入直路的時候 他就繼續留在內側 因為相信那裡會出現空位 進入直路之後 明陽四海 就向內移入 去貼籃跑 座騎也因為這個手困 未能夠推進 直至過了一百米 當他在這時候 開始在明陽四海的外側 一路吹拆座騎上前的時候 明陽四海似乎又再開始 向外斜跑 因此他就沒有如常地力拆 小組就走這筆馬的 沒斷騎法 嚴厲譴責偉達 並且告解 在類似情況下 當空位出現 就應該加以把握 這裏怎麼把握 這裏 一間有空位出現 現在暫時堆上一堆跑 嘩 這裡抽到大家鬥慢 藍天也被人夾了夾 徐君禮就承認不小心拆棋 在接近七百米 他還未帶來藍天的時候 將莊囂之手向內移入 令藍天失去了應有跑線 並且勒備 小組判罰徐君禮停賽三日 罰則押後到1月18日 沙田賽事之後執行 另外被罰款一萬元 代替停賽多一日 如果偉大一早想著轉位 他就不會一直堆住 堆住堆住堆住 堆住碼頭在金絲勇帳裏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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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正在研究 為何超勁精神 都是在他隔壁附近 人家都可以這樣衝 我最記得那時候 你告訴我 年輕人打桌球的時候 有時一口氣打六隻 嘩 這麼多